請問在捷運站的手扶梯 會看到圖中的凸起物裝置 它的用途描述 哪些選項是正確的呢 如果在手扶梯中間裝喇叭 這麼強烈的事情怎麼會沒有印象 我覺得這個設計就是有這個功能 因為就是有一些白目會在中間玩溜花圖 你不能這樣講 那成龍電影就有溜 有沒有人真的東西從這個上面掉下來 然後成功被這些阻擋物給減速 讓你感覺到被救了一命 我可以接受這個答案 老闆你平常都怎麼來公司的啊 走路或坐Uber 好吧我們都是搭捷運啦 我以前也是搭捷運的 捷運應該算是在北部上班的人 重要的交通工具 所以我們今天帶來一些 台北捷運的冷知識 來讓老闆猜猜看 搞不好我很厲害 畢竟我曾經有很長一段時間 都是搭捷運 十幾年前 可能有點久了 第一題 台北捷運的站名 命名規則 請問以下何者是錯誤的呢 一 台北捷運站名 一定要在六個字以內 二 以路口命名 需先東西向道路 後南北巷 例如姓義安河 三 距地方辨識性 地標顯著性 例如國父紀念館站 四 命名標的需在車站半徑一公里內 才可以用地標命名 你那臉有點尖口 我轉頭我靠頭 從來沒有思考過這件事 就我腦海中沒有任何一個區塊 可以播資料出來探討這一題 我們是松江南京 對 松江是東西向嗎 我不知道 不對啊看地圖 南京是東西向啊 中江才是南北向啊 那這樣會叫南京松江啊 可是為什麼我們叫松江南京呢 這樣二是不是沒有這個規範吧 一定要在六個字以內 會不會只是剛好都在六個字以內 但實際上它沒有規定 一定要在六個字以內啊 你想一下啊 你腦袋中最長的那個站是什麼站 大安 大安才兩個字哪裡長的 森林公園站 站這個字也算嗎 站這個字不算 可是你的範立寫國父紀念館站 站這個字應該也是標題之一吧 被阿康了耶 沒有沒有沒有 所以答案一一定就是錯的 明顯可以超過六個字 答案我選一 好吧 沒辦法救你了 答案死了 命名標地需在車站半徑一公里內 才可用地標命名 這個是錯的 只要在半徑五百公尺內才可以 哇這考太細了吧 真的不能超過六個字 像大安森林公園站 站是不算的 所以它就是剛好在六個字 雖然補充一個 松江南京剛好不是東西向先 它剛好是特例 所以你剛用松江南京來判斷 就變成說不準 欸那還有這種事還有特例喔 那每一個違反規定的都說是特例就好啦 那在法條前就有了捷運 沒辦法 都塌在這 第二題 為什麼捷運的椅子不使用像台鐵高鐵的軟電座椅 卻選擇用硬的座椅呢 一為了方便清潔及座椅的使用年限 所以採用硬式座椅 二因為採用ERP材質 雖硬但可以大幅降低細菌附著 三因為搭乘的捷運路程都較短 所以使用硬座椅來降低成本 四使用防火材質製作 做起來不舒服但能提高乘車安全 這四個選項 我覺得講出來最安全的選項是三 因為你看第一題喔 如果你說使用這種硬式座椅 比較方便清潔年限也比較長 你的意思是說其他用軟式座椅的 都是笨蛋囉 也不是啦只是要花比較多錢啦 你就是說人家是笨蛋嘛 所以不合理 車票可能比較貴 他如果公布他的理由是一 我覺得可能會引起一些人的反彈 二因為採用ERP材質 所以硬但可以大幅降低細菌附著 這跟一有同樣的概念 你的意思是說 我們軟做的都細菌很多囉 你這樣公然挑戰 所有其他的軟式座椅 我是捷運官方 我不會說我的理由是一跟二 四也是同樣 這都會去攻擊到別人 什麼我防火材質 你的意思是說 其他人用沙發座椅 都是不防火的 都是想要害死乘客 不可能嘛 那三單純就是我們自己 我們自己評估 我們的乘客距離都短 所以我們用一個硬式座椅 他還來不及感受到不舒服 他就起身下站了 然後我們又能節省成本 所以你看三這個答案多棒啊 答案就是三 好答案是四 使用防火材質製作 做起來不舒服 但能提高乘車安全 好啦所以捷運就是說 你們其他用軟式座椅的 只要舒舒服服的都是笨蛋啦 因為很容易失火 可惡 好我這邊說明一下 捷運電連車車廂內部的所有材料 皆需使用符合規範的防火材質 而座椅使用的防火性能的 FRP材質製作 FRP的中文叫做 玻璃纖維強化樹脂 它可以較常時效的抵抗火源 不起火燃燒 所以以後我一上其他交通工具 我就先問那裡的司機或管理員說 欸你們是FRP嗎 可惡 第三題 請問在捷運站的手扶梯 會看到圖中的凸起物裝置 它的用途描述 哪些選項是正確的呢 副選題 一 裝置下裝的是電扶梯的廣播喇叭 二 以防有人把中間的區域當作溜滑梯使用 三 防止有人物品不慎掉落 可以用來減速阻擋 四 凸起裝置為安裝剪修孔 每一節都會設有一個 我分析一下 喇叭 我沒有印象會從手扶梯傳出來 如果在手扶梯中間裝喇叭 理論上 它講話的時候 我會感覺很像有人在我耳朵旁邊講話 這麼強烈的事情怎麼會沒有印象 所以一我把它刪了 然後二 以防有人把中間的區域當溜滑梯 我覺得這個設計就是有這個功能 因為就是有一些白目會在中間玩溜滑梯 你不能這樣講 那成龍電影就有溜 好 反正我覺得二的理由我也可以接受 然後三 防止有人物品掉落可以用來減速阻擋 這個就蠻奇怪的 你是說滑下去 可能我拿著手機啊 然後我想要摸那個斧把 他就這樣咻 但如果是這樣的話 它這個設計就很不完善 它只有中間一小塊 你東西如果從旁邊滑過去咧 它沒有辦法真的用來阻擋掉落的東西啊 所以我覺得三也被我刪掉 那四這個好像也蠻合理的 如果只是中間故障的話 從某一個地方打開中間 然後進行針對性的維修很方便啊 所以我的答案是二跟四 好 答案是二跟三 以防有人把中間的區域當溜滑梯使用 三呢 防止有人物品不剩掉落 可以用來減速阻擋 我覺得它可能用意不是把你擋住 而是讓你減速 不會滑得那麼快 才不會溜下去砸到人或什麼的啊 有沒有人真的東西從這個上面掉下來 然後成功被這些阻擋物給減速 讓你感覺到被救了一命 我可以接受這個答案 可是我真的很想知道 這個阻礙物成功幫助多少東西減速 我們要打開包容的心 接受這些外來的資訊 好的 第四題 今天阿末想到捷運站和麋鹿會合 麋鹿說他在門號111的地方 請問阿末該怎麼找到麋鹿呢 1.到地下一層 第一月台 第一車門 2.到第一月台 第一車廂 第一車門 3.到地上一層 第一月台 第一車廂 4.到地下一層 第一車廂 第一車門 我要選二 咦? 因為怎麼判斷它是地上一層 還是地下一層 只給我一個1 我就要能判斷它是地上一層 還是地下一層 它其實可能會有負1 哇 所以這是正1喔 最好是可以設計到負1 一個服務大眾的設計 會走這麼偏門的招式嗎 我不曉得 我從來沒有注意過那個門號耶 所以我要選二啊 一月台 一車廂 第一車門 這個都是完全可以看數字理解的 但不管怎麼說 我沒有辦法只看1 就去理解它是地下一層 還是地上一層啊 答案是2 恭喜你答對 答案是2 到第一月台第一車廂 第一車門就能找到迷路了 Yes 我懂這個邏輯 有有有 第五題 請問根據中國時報指出 台灣人在搭乘捷運時 最討厭遇到下列哪種人 1 當門神的人 站在門前附近就是不往裡面走 2 不先下後上的人 到站後 車內的人都還沒出來 車外的人就急著進來 3 整個人貼在符桿上的人 4 大聲講話 看影片不戴耳機的人 我覺得是4 因為 你看第一個當門神的人 站在車門附近就是不往裡面走 可是有的人他很習慣靠在門的那個 門一進來兩邊不是有一個透明板 所以他一進來他可能就靠在那裡了 然後不先下後上 這很煩耶 搞不好只有一個人要上車一個人要下車啊 然後我們兩個人旁邊空間這麼大 他我們兩個還要在那邊 通常就是很擠的時候一堆人往那邊擠 我一天還沒出去他們就擠進來 他有強制規定嗎 沒有強制規定就是道德問題 就不一定要遵守 我記得會有標語 提醒大家要先下後上 可能有規定一定要先下後上 我印象中就是很容易會發生 沒有真的先下後上的狀況 然後因為太常發生了 就習慣啊 好像不會因此而特別生氣 然後3 整個人貼在符桿上面 就是靠在那個門邊的人很像啊 可是這樣會害人家沒有扶手可以抓啊 還有很多地方可以去抓 你不要那麼想搶這一根棒棒 有的時候人很擠的時候啊 人很擠的時候你根本不該討論這些 大家能上車互相幫忙 互相支援 能到站下車就好了 根本不會探討這麼多事情 你能被卡住穩穩的 煞車的時候不要跌倒就很棒了 可是我就可能會跌倒 所以我想要抓那根桿子 爸 你為什麼硬要抓那根桿子 那個離我最近啊 你可以抓旁邊的人的手啊 我要怎麼請問不好意思 對啊 他們一定會答應你的 所以答案只有4啊 你想想看就他媽已經很擠了 還有一個人像我講話這麼大聲 或者是看影片 然後看那種我就不想聽的政治影片 然後給我播很大聲 我他媽就不想聽嘛 很吵 所以答案就是4 最討厭這種人 答案是1 當門神的人 站在車門附近就是不往裡面走 好啊 以後我上車我就往裡面走 但是我影片聲音要調到最大而且外放 反正你們不會覺得是最討厭的嘛 不要這樣啦 不知道為什麼今天選錯的選項都讓我特別不爽 但我們還是徐心接受包容 能吸收各種資訊 等一下會搭捷運下班 對 哈哈哈 第六題 台北捷運的天花板 裝有整排的鋼絲玻璃 請問它的用途是什麼呢 一是地震減壓設施 高強度不易碎的裝置 防止地震時天花板掉落的支撐設置 二防止飛禽類動物進入捷運站 導致站體內設施異常 具有炫光功能不易破碎 三是防煙消防設施 防止發生火災時能夠有效阻止濃煙 熱氣 阻擋水平流動蔓延整個空間 四以上皆是 哇一二三看起來 沒什麼好吐槽的 所以答案只能選四啊 我覺得我的知識沒有辦法 支撐我去判斷這個東西有沒有辦法 防止地震時天花板掉落 看起來支撐一下好像也無可厚非 然後防止飛禽類 我覺得這個也蠻合理的 就鳥進來最好看到這個透明玻璃 然後不知道它是玻璃 直接撞過去一頭把自己撞昏 不要飛進來 然後三 因為 濕火的時候熱空氣都是往上嘛 想像起來好像真的會被這塊玻璃擋住啊 所以答案就只能選四啦 以上皆是 公布答案囉 答案是三 是防煙消防設施 防止發生火災時 能夠有效阻止濃煙熱氣 阻擋水平流動蔓延整個空間 學聰明了耶 以往看到以上皆是 答案就應該是以上皆是 這樣想想一跟二的確是有一點不合理啦 答案是三 我很能接受 你剛剛的解釋也是正確 它的確是那種阻擋方式 第七題 請問以下哪些物品 可以攜帶上捷運呢 複選題喔 1 原油會買的三顆一串的 氦氣小氣球 2 裝在寵物箱裡的小機 3 裝在水族箱裡的手工 4 坐在寵物車裡的科機 5 跟老闆一樣高的低音大提琴 1 先刪掉 因為很特別寫了 氦氣小氣球 我們有做過這個實驗 氦氣很容易被點爆 所以禁止帶氦氣上車 好像蠻合理的 2 我覺得沒問題 因為很常看到有人提那種 封閉式的寵物箱 提著它的貓 3 裝在水族箱裡的手工 這個水族箱我想知道它是 封閉式的還是開放式的 就是上面有一個大洞 我這樣抱著一個大水族箱 應該是上面有個洞的吧 水族箱不都是上面 所以會有個可以蓋的 我覺得3跟2很像 可是食物上你如果直接抱一個大水族箱 進絕運可能會被攔 但如果是小水族箱 再做一個把手 感覺直接提進去好像不會被阻擋 如果我2都讓它進去了 3好像也可以進去 但是我覺得不行 因為我的理念是 它是不是一個封閉式的東西 你能不能控制這個東西 坐在寵物車裡的科基 實際上你不能控制 可能跳下來亂跑 或跳下來怎麼樣怎麼樣的 它跟一個小寶寶一樣 屁啦 那我們人類就生科基就好了 生小孩幹嘛 哦呦 然後跟我一樣高的 低音大提琴 這麼高哦 但它就是一個合理的樂器啊 我背著這個樂器 我是一個學生 我要去上學 你也阻礙我 所以 跟我一樣高的低音大提琴 應該要可以帶上車啊 這樣講起來我的答案是 2 3 5 好 答案是 1 3 4 5 原油會賣的那個 氦氣小氣球 我也特別去查過 他們覺得氦氣是安全的氣體 只要不要超過5顆 就可以帶上捷運 而且那個氣球呢 不可以超過50公分 啊 我剛剛把它想成清氣了 然後呢水竹箱裡的手工也是可以帶的 它只要裝好 不要讓它跳出來就可以帶 住在寵物車裡的科基也是可以的 但是呢 鳥禽類不可以 因為要防止禽流感 所以不開放 只有依這個規範 我真心的接受 我剛說很容易抱的是清氣 開氣是相對安全的舵性氣體 可是因為你說 鳥不能帶 單純就只是要防禽流感 所以總結來講 其實動物都可以帶上去 但有禽流感的不行 對 好啦也可以接受 第八題 請幫以下捷運近戰刷卡感應聲 配對正確的票卡種類及提示內容 一普通票卡 二學生卡 三敬勞卡 四愛心卡 五余額剩不到100元 六余額不足 你不用考到四個呢 你考一個我都不知道 你這個敬勞卡跟愛心卡拿來考我 會不會太不公平啊 我看起來像是用過這兩張卡的人嗎 很快就要用了老闆 屁啦 什麼叫很快就要用啊 好 那我們來聽聽看囉 這個是A B C D 作答 餘兒不足是不是直接講中文啊 我記得 沒有這東西 因為只有ABCD這次走 太難了 BB 然後就進去啦 BB 好 所以 B當當是普通票卡 所以是當當不是叮叮 叮叮這麼稀有 應該是敬勞卡或愛心卡 叮叮給敬勞卡 愛心卡我覺得給 當當當當好了 因為他的聲音比較長 我覺得拿愛心卡的人可能 提醒我們周圍的人幫忙 注意一下他的狀況 好像還不錯 我覺得當是餘兒不足 學生卡應該沒有特別分 但其實我也不常做 搞不好是我沒注意 所以當是餘兒不足 當當是普通票卡 當當當當是愛心卡 叮叮是敬勞卡 學生卡跟餘兒不到100元我不選 好 答案是全錯 蛤 A的當呢 是普通票卡 當當呢 是學生卡 進勞卡 愛心卡都是當當 當當當當呢 是餘兒剩不到100元 叮叮是餘兒不足 我一直以來都是當當當 我想說我用的卡是不是更加不一樣 還很開心 查了才發現原來我是因為每次都只儲值100元 所以每次進去都不夠 嚇死 全錯 不容易 早到我就隨便亂填 第九題 請問搭捷運時 月台上看到的光條代表什麼意思呢 一 是站內月台的溫度顯示 藍光代表低溫 紅光代表悶熱 綠光代表舒適 二 是列車到站提醒 藍色代表尚未接近站點 紅色代表即將到站 三 顯示車廂的擁擠程度 綠光代表人少舒適 黃光代表人潮普通 橘光代表人潮略多 紅光代表人多擁擠 你的一二三選項我覺得只有二合理 因為一 我去顯示溫度要幹嘛 你告訴我悶熱然後呢 什麼意思叫我不要做捷運 好像是耶 然後三 如果他真的會提示 哪裡人少 哪裡人多 那就不存在哪裡人少 哪裡人多了 為什麼 我看到人少了我就往人少的跑 然後我們一群人都上去之後他就變人多了 可是會不會有人看不懂 我們應該有眼睛就是我們可以直接看得出來就是這個車廂裡面的人多還是人少 他是在車到站前 所以你會特別去排人少的嗎 會啊 如果我看得懂的話 結果你發現所有的人都跟你一起排這裡你會不會換 所以我們外面的人就看著他的這個線然後做心理猜測 我覺得你會去綠的那好我就去黃的 對 太複雜了啦 選二啦 二最簡單嘛又重要 好答案是3 顯示車廂的擁擠程度 綠光代表人少舒適 黃光代表人潮普通 橘光代表人潮略多 紅光代表人多擁擠 目前這個東西呢 只有龍三四站跟中校復興站 兩個站有這個光條 我就想說沒有印象啊 我也沒有看過 所以我下次要去拍這一集人性測試 我就站在那邊觀察大家都怎麼排隊 可是我覺得大家都不知道這個吧 我的邏輯完全跟台北捷運都不上耶 嗯 最後一題囉 第十題 請幫以下的音樂配對正確的捷運路線 真的用配音 一 中和心路線 二 板南線 三 松山心電線 四 淡水性溢線 來囉 這個音樂聽了我都想哭了 好 下一個囉 好溫馨喔 好爵士 好俏皮 好悠閒 好悠閒 好爵士 好悠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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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秋喔 對 我先說 我可能待會所有的分析都是亂說的 沒有對住在當地的居民有什麼意思 單純就是我自己亂感受的 你剛B的音樂我會想到成品書局 所以這四條線哪一條線 會感覺跟成品書局比較近呢 應該跟信義這兩個字有關係 所以我選淡水性溢線 C剛剛很有爵士的感覺 松山想像起來就是有很多咖啡廳 然後我們坐在裡面喝咖啡 中山新電線 A你不覺得很溫馨嗎 超適合中和新爐縣 這些地方給人就是有一種溫馨感 就可能居民住戶多吧 回家的感覺 對回家的感覺 好溫馨喔 板南是從哪裡通到哪裡 南港展覽館然後到 啊好適合南港展覽館喔 展覽一些藝術不就是要有這種 藝術氛圍的音樂 對就是你聽不出來它是什麼東西的那種感覺 太搭了 第一就配板南線吧 來請公布答案 好 那老闆剛剛答對了兩題 那A呢剛剛選的是中和新爐線 但正確答案是板南線 B呢是淡水信義線 C是松山新電線 D的部分呢剛剛選的是板南線 但正確答案是中和新爐線 所以溫馨的是板南線 板南線有回家的感覺 中和新爐有一種藝術感 但反正我答對50%請算我0.5分 好老闆今天總共答對了2.3題 我之前有一段時間很多都是1題2題對不對 你看我還超越2題 我只是因為太久沒做了 所以有一些東西我忘了 你讓我做個一兩次 搞不好我就考100分 我們繼續jang 來請大家 Baghdad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